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9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继续讲诊断与治疗 张医师请您开始 那我们就开始吧 2.重病的分辨与治疗原则 1.观察症状 若有体力虚弱病症极为重病 2.重病若又出现体力下滑 愈来愈弱 即表示热能严重耗损 显向隐现 虽没有立即生死之余 但短期恐难以恢复 3.重病若已恶化到 体力急速下降 且情况紧急 如 食不下 排便困难 失眠 暴瘦 高烧 腹泻 面无光泽 声音微弱 全身无力 身体水肿 气喘 呼吸困难 意识不清 胡言乱语 眼神呆滞涣 昏迷 不能表达等 有多个同时出现 则表示热能 热能即将耗尽 命危已现 好 这里我们先谈一下 这里就是介绍重病 它跟轻重症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它有体力虚弱病症 只要有这个 其中一项 你哪怕是异常疲惫 面无光泽 行动无力 讲话有气无力 甚至怕的 这些症状只要有一个出现 你都可以说为重病 那如果这些出来 重病不是说 有什么立刻会怎么样 只是提醒你在操作的时候 要注意 这个患者已经有严重热能不足 处理不大 有时候会出现大问题 已经提醒你了 那如果我们进一步再观察 这个患者体力越来越虚 那就要小心了 这个是有危险的 那如果又出现了 第三种 就是可能暴瘦 我们来看第三项 这里提出很多 什么食不下排便困难 大家看一下 我举例了 就是譬如他又气喘 然后全身无力 呼吸困难 只要有这几项出现 你要小心了 这个已经命违 可能要挂了 如果处理不当 你看现在一些新冠病毒 有时候也是这样 他到最后也会有出现 呼吸困难 那这时候就要小心了 这个时候就要赶快 温敷还有按推了 赶快立刻结症 所以只要有这些 已经出现 有两个三个同时出现 而且情况紧急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这个很可能 处理不当 可能就会刮掉 好 这里稍微提到 那如果到 就是已经救不起来 后面会谈到 我们等后面再来谈 我们先来看重病 我们应该是如何来处理 如何进一步在临床上诊断 重病表示热能严重不足 所以为了保命及自愈疾病 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可见重病处理 手重改善热能不足 其次才是解除体伤 由于热能反映在体力 体伤表现在症状 故研判病情好转与恶化 重病除了要观察症状外 还要观察体力 此即体力更加虚弱 或症状更加严重 则属恶化 反之 体力恢复或症状减轻 则属好转 但观察体力 又比症状更为重要 即症状不论有无改善 如见体力渐渐充足 则属好转 反之 如见体力渐渐衰退 则属恶化 重病患者 如果使用原始点所有方法 仍无效 甚至恶化 究其原因 不外乎有两种情况 一 方法没有落实 如外内热源的使用 无法直达体伤位置 按推 运动 做不到位 观念不清 情绪起伏太大 太过劳累的 上述情形 为了加强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患者必须在生活中 通过外内热源 主要是以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 机油灌肠或大面积涂抹等 使热源 直达体伤位置 直接温暖组织器官 其间不仅要配合医疗保健支援 如按推压痛点 温热性饮食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即保持室内温暖舒适 安静整洁 空气流通 还要避开伤身治病之源 包括手术 含量性药室 及各种点滴 如葡萄糖 食盐水 白蛋白 抗生素 利尿剂 如此才能加速疗愈疾病 使重病患者转危为安 二 方法有落实 此情况又可分成两种 一 这是体伤修复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一级研判病情终将好转 以原始点的诊疗方法 继续处理 二 这是无法从因治愈的难治之病 一级分析此病 以超过人体能够自我疗愈的范畴 面对这种情况 则需审慎评估 从果处理是否有效 若有交由西医治疗 若否最好安于现状 这一段是在教大家就是怎么处理重病 他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为什么要以热源为主来改善热能不足 然后以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福 这里谈的是这样 那热能这里也讲反应在外就是体力嘛 那体伤表现在外的就是症状 所以到底好转以恶化 应该以什么为标准很明显 就是以体力跟症状 那这里都是在谈 大家应该看得懂 那这里唯一一个重点就是 体力最后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体力好 你即便症状恶化 也算是好转 那体力越来越差了 你即便症状好也算恶化 这里前面谈的变好转以恶化 就是这一句话才是核心中的核心 好那接下来就是万一你用原始点处理重病 那患者没有效 症状也没有改善 而且甚至还恶化 你判断起来是恶化 那这时候患者一定会问 为什么我用原始点会无效 那无效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可能会想很多 但原始点这里就把它简化 我们看下面 它只有两个 会产生恶化 不过有两个情况 哪两种情况呢 第一个方法没有落实 也就是根本患者错误的生活习惯还在 甚至操作者他按推也不到位或热源也使用不到位 也就是简单讲 方法没有落实 指的有可能是操作者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可能是患者 都没有做到 那这里就有局了 我就这里都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是属于第一种 方法没有落实 那当然操作者自己要加强按推的技巧 热源是不是有到位 这些操作者自己要去反思 那同样患者也要去反思 他到底对原始点信心够不够 如果你观念不清楚 你信心不够 然后虽然来了原始点 但心又想着中医或西医 怎么治疗 那这样 想来想去都在消耗热能 怎么会好呢 或是平常对很多事物的 带有很多负面的情绪 那这个也在消耗热能 是不可能好的 我们在重病处理都有讲 如果重病你光靠按推还有热源 没有身心的配合 身就是运动 心就是心态良好 观念清楚这一点 没有这些的配合 只有一句话 终将失败 所以这里就是方法没有落实 那如果是属于第一项 那患者自然就 还有操作者 在这一方面的加强 下面就是在谈这个 那这里写得很详尽 我就不再读了 好 另外一种情况 它恶化 但它方法 操作者该按推也按推到位 热源也到位 那患者也认为完全没有问题 都有配合 那这样又有两种情况 哪两种情况呢 第一个就是这是好的现象 另外一种是坏的现象 我们从好的现象来看 可以解释为 这是体伤修复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一级分析病情终将好转 以原始点诊疗方法继续处理 我举例来说 我们来举就像硬结肿块肿瘤 处理乳癌爆掉 那乳癌如果有肿块还没有爆掉 我们按推有硬块 那按的过程中 在原始痛点按完再温敷 然后进一步再患处周围 找出压痛点 然后再温敷患处 他有时候这些硬结肿块他会肿胀 然后肿胀到最后甚至爆掉 然后爆掉之后甚至会流出很多的血液 甚至组织液流出来 那患者一看到这样一般都会很害怕 那不就是恶化了 然后流完血之后又人很虚 那人很虚症状又更加严重 那就是属于恶化完全没有错啊 但这一个情况下是 在原始点的研判是 他本来就会有这样的过程 那因为流完血之后 他硬结肿块就会变软 甚至慢慢消失 所以他是体伤修复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如果是属于这一类 那这个是好现象 不要担心 那还是要用原始点来加强他的热源 热源来改善热能不停 还有其他保健方法 还有配合按推 还是要继续这样做 好 另外一项就不是这样了 有一些重病患者 我上次也有举例 我们看下一页 这是无法从阴致疫的男子之病 比如说我上次有举例 像一个中风的 他经过西医手术之后 情况更加严重 甚至就瘫在床上 那最后因为太太学了原始点 帮他按推 然后还有热源 所以他慢慢就能够下床 然后也可以走路 那结果经过了一年多 他右手还是偏瘫无力 完全没有改善 其他的脚什么力量 或是讲话 都比以前清楚了 也都有改善 但这一只这只手 我们就可以明确的讲 这样经过半年 都还没有一定改善 那这个就确定 属于男子之病 那此病已超过人体 能够自我疗医的范畴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就需要去审慎评估 到底是不是可以从果处理 那如果西医可以 那就给西医 如果他不可以 那就只好继续 照原始点 平常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就只好跟他和平共存了 这一段谈的是这个意思的 好 这样这一段重病的 以后我相信大家都会遇到 很容易分辨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有一次我去基金会 刚好有一个救患者 也是重病 重病他已经来了一年多 那来了一年多 我看他的情况 因为癌症他情况算是比较严重 那我看他伤口还没有好 而且甚至比以前更加严重 然后人也稍微瘦下来 然后当然他会叫我评估一下 那我对他的看法 我认为 我说只要原始点半年 以上你还这样 我几乎就可以肯定跟你讲 这绝对是恶化 不是所谓的体伤修复过程中的 正常现象 肯定不是的 我就老实讲 好 那为什么会恶化 方法有没有落实 重点就来了 就是照我 我就是这样问 你说你要问 这是体伤修复过程中 的正常现象 你必须要反思自己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落实 如果有才能说 这是正常现象 如果没有落实 你把所有的都 往乐观的想 那这样未免有自欺欺人 我的结论是这样 我叫他要反思 那如果是操作者 有问题 那操作者要反思 但是我评估操作者 我们的志工做得 完全合理合法 而且都照我 而且应该 他的操作是我信得过 完全没有问题 那就是问题 就出在患者了 很明显 那我就说 如果这样做 做了那么久 志工又这么热心在做 还没有改善 那只有 第一个 有没有落实 如果完全落实了 那这个 这个又属于 一直恶化 那就是属于 已经超过半年了 我就说 那这个就属于第三种 就是第二种 也就是这是 无法从因治愈的男子之病 也就是这个从因 它是不可能自我疗愈的 已经超过人体自我疗愈的 但有一个问题来了 他在按推的时候 当志工 我就问 志工帮你按推完 你有没有改善 他说有啊 而且是立刻解症的 他已经这么难治的病 志工花了很久的时间 我看都处理都有 超过 有时候都会超过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是常见的事 所以志工是非常用心 那用心完操作了 他有立刻改善 那就是人解症啊 那怎么还会恶化呢 因为他回家了 因为他回家了就没有像这位志工能够这样如理如实的帮他处理 还有他到底其他的部分有没有落实 比如其他的饮食方面有没有落实 运动有没有落实 还有观念情绪 那问一下好像观念 那这些年也没有在原始点琢磨 我在演讲他好像也几乎没有什么来听 那观念不清楚情绪又不稳定 那自然就做不到位 所以这样的恶化常见 所以到重病 其实现在用原始这一套 诊疗方法很快就知道他问题所在 我这样一问他应该也清楚 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你有没有落实 如果有落实 真的有落实 那为什么有落实 那为什么会恶化到属于从因无法制疫的男子之病 但如果是我按推又有效 然后又可以立即改善 那就不对了 那就可以反推 原来你没有落实 因为在家里的时间毕竟比较久 比如他一个礼拜可能来个两三天 那这样很显然 这样其他的时间 如果家人没有办法帮他的话 那这样怎么会改善 不大可能的 而且已经到重病了 重病甚至显向到命危了 这个都要很小心的 所以从这里 我今天举这样例子 就是让大家在临床上 应该很快就可以变出来 到底是原始点有没有效 你有没有落实 然后这样实际在应 一问很快就答案就出来了 这一段重病的 写法虽然简单但蛮重要的 好 我就补充到讲解到这里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三 生死存亡的分辨 与治疗原则 患者若久久才出现一次 喘息抬肩 急促呼吸 则说明热能耗尽 体力衰竭 大限已至 处理原则 绝对要避免 徒增患者痛苦的抢救 如压修 CPR 电击 气切 插鼻胃管 插导尿管 以及无味的治疗 包括任何含量性钥匙 乃至各种点滴 以不可畏食温热性钥匙 即按推原始点 此外周遭的人 要管控情绪及音量 让患者能保持神识清明 安详此事 如果还能根据患者的信仰或习性 善加开导 使其放下尘世所有执着 则是临终一大助缘 好 这一段变生死重点在 当你看到 危急重病患者 出现了 喘息抬肩 久久才急促呼吸一次 这就说明 他已经快往生了 接下来 不要再有任何什么积极的一些治疗 或无味的治疗 好 这里都讲得蛮详尽 我就不再补充了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4. 研判治病所需时间 1. 急性病 如感冒 呕吐 腹泻 排便困难等 2. 又如西医 指肠梗组 盲肠炎 胆结石 急性肠胃炎 肠病毒 食物中毒等 或一般急性外伤 如红肿 破皮 出血等 约1至7天 3. 慢性病 如行动迟缓 全身无力 异常疲惫 声音微弱 面无光泽 肢体冰冷 肢体水肿 肌肉萎缩 肌肉腐烂坏死等 有如西医 指肺风湿性 关节炎 帕金森氏症 小脑萎缩症 眉睫综合症 自闭症 植物人 剑动人 红斑性狼疮 牛皮血 乃至肌瘤 癌肿瘤等 约1至3个月 最严重者 约3至6个月 4. 慢性病若通过所有诊疗方法 经半年仍无效 甚至恶化 则属难治之病 好 这一段 我前面已经讲过 这是原始点 跟其他医学最大的不一样 把很多的病 包括西医的一些病名 都列出来 让大家了解 以后遇到这种病 如果原始点 大概多久会好 很快大家就 会马上很安心 这也是跟其他医学最大的不一样 那这里都写得蛮详尽 我也就不再补充了 那我们来看最后第五项 5. 研判医学有效范畴 急慢性病通过原始点诊疗方法 若无效 甚至恶化 经研判此病无法从因治愈 或急性外伤 如脱臼 断肢 粉碎性骨折 乃至 误吞鱼刺 等组织受损 只需通过观察 就能立刻分辨 就能立刻分辨出 此病无法从因治愈 上述这些无法从因治愈的患处体伤 所致之症状 则属原始点 力所不及的范畴 需审慎评估 从果处理 是否有效 若有 交友 西医治疗 若否 最好安于现状 反之 其余 可从因治愈的患处体伤 以及他处体伤 所致之症状 甚至通过按推 原始点未至的压痛点 以致胃病 则属原始点 力所能及的范畴 此范畴 与中医较为类似 与西医 则相去甚远 这一段特别重要 一定要把它讲清楚 到底原始点医学 什么病人治 什么病不能治 也就是这个原始点 医学的有效范畴 那原始点到底能治 什么 中医又能治什么 什么又不能治 西医到底什么能治 什么不能治 事实上从这一段 应该可以看出端倪来 好 那我们来看这里 不管是急性病或慢性病 如果你通过原始点诊疗方法 无效 甚至恶化 好 那你这里要注意一点 就是操作者 吃日按推有到位 热源有到位 如果都有 然后他还 等于你都有落实了嘛 操作者 然后马上你就可以分析了 到底这个病是否可以 是不是属于 从因无法 无法从因治愈的疾病 很快就可以研判出来 当然有些 慢性病可能要经过半年来评估啦 那一般很多急性病你几乎就可以立刻 立刻去倒尿 因为肚子都脏起来 那倒尿完再过来处理 而经过两三天 慢慢他就好了 类似这样 所以 有些急性病你是可以 立刻研判 有一些 慢性病事实上也可以研判啦 大概 一看 大概就知道 但是为了审慎 有时候还是要多观察一段时日 再来研判会比较准 好 如果经研判 那死病无法从因治愈 这是一种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下一种 就是若急性外伤 比如脱臼断脂粉碎性骨折 还有误吞一次等 这里我们前面都有讲 我也就不再说了 比如你脚走路 不小心踩到钉子 你不可能再去按脚背部原始点 看有没有效吧 这个直接就从我解证了 把钉子拔出来不就好了 就像分离一次 它梗住了 你按推无效 明明就知道是一次梗住了 那直接就去耳鼻后科 直接拔出来不就好了 那像这种 是可以立刻通过观察 分辨出来的 那这种病不要再考虑是重阴 重阴下索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好 那就是有这两种情况 这里特别提出急性外伤 也就是这里应该是 这些列出来西医都能处理 比较有可能要找西医的 就是一重观察就马上知道 无法重阴自疫了 那就不要再硬拗了 就直接叫患者 直接到西医 该找该给外科的 或神经科的 或是耳鼻后科的 那你就照看这些病 跟患者 这样讨论一下 像那一次我刚好去基金会 刚好也有一个脱臼来 那我一看既然脱臼 那原始点也不做脱臼 我就直接叫患者 直接怎么样去西医骨科 要不然中医也不知道 哪里能够找脱臼 但我相信这些有一些手法 就可以把脱臼很快 就把它矫正回去 中医也有人力了 那类似这样 我就认为可以立刻分辨出来 无法重阴自疫的 就不要再做 这该推荐出去就推荐 该怎么评估就怎么 尤其以急性外伤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所以这里就 把它把上面说法 就是用延时点 诊疗方法也无效的 还有急性外伤的这些 这些都是属患处体伤 所致是症状 我这里就特别提出来 这是有用力的 因为你按推原始痛点 无效 那如果有效了 就不会说原始点无效 就是一定是按推原始点 也无效 那所以才会 我直接就点出 这个就是属患处体伤 那另外一种急性外伤 也是属患处体伤 所以很明显 这些组织受损的 急性外伤 也是属患处 那所以原始点 真正无法从阴致溢的 有可能的 只有患处体伤 所致是症状 那这些原始点就提出来 则属原始点 力所不及的 范畴 也就是上面提的 就不是原始点 能够治愈的 那这里就开始讲 脱臼 你可以找西医 当然也可以找中医 那如果能找中医更好 我担心的有时候脱臼 西医就想开刀了 那如果脱臼 骨头也没有 骨折什么都没有 那如果有中医会 直接就把你 直接矫正进去了 这样反而比较不会损伤 那其余的 大家还是评估看看 从果是不是能处理 如果像慢性病 好像已经严重热能不足的 那这种病 你再把它推到西医 西医也没有保健手段 那这种病 西医把它推荐到西医 是可能比如说我举例 有一些乳癌爆掉 他流了很多血 那志工看了慌张 就叫他去西医 就去很快就挂掉 也没有很好的结果 那代表什么 其实他虽然西医没有改善 但还不至于 如果去了西医 西医要更寒 那就是结局 这样就很快能够显现 所以不是说原始点 如果没有效 就一定给西医 也不是这样说 还是要想 如果是严重热能不足 已经都快命危了 然后一看 这个病西医也无从下手 那这样再叫患者去 再去切插管或是什么急救 那不是更加痛苦吗 类似这样 那所以这里也还是要 如果以负责的角度来看 还是跟患者评估一下 从果如果有效 比如尤其这些急性外伤 那直接就叫他去了 那如果是一些慢性病 已经都快人生的终点站 去也没有什么意义的时候 这时候也叫患者 一定要想清楚 这样还要治疗吗 也要告诉他 好 这一段再提的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再继续来看下面 这里就是说 上面这里 我们原始点没办法处理的 那反过来 其以可从因治疑的患柱体伤 不是说患柱体伤 我们就不可以处理 患柱体伤 我们能治疑的真的很多 到了命为的时候 即便还有患处体伤 原始点都是可以处理的 所以真正要给从果处理的患处体伤 一般都是急性外伤居多啦 内科很少 那很多内科你们也许会问 比如很多人洗肾 那用原始点之后要不要再去洗肾 那当然要啊 因为他洗肾已经很久 整个功能都已经没办法 你即便从因可以帮助他一些部分 但是你没有洗肾 他身体的代谢功能又出了问题 很快又体力不支了 甚至都危及生命 这种等于是已经在西医 你长久这种洗肾 你一下子要接手 然后要用原始点 我认为这个是不大可能 那类似这样 你就继续叫他再给西医啊 所以慢性病类似这种 但情况很少 因为原始点如果懂 他在急性的肾功能有问题的时候 急性病的时候 原始点就可以立刻解决 也没有后遗症 但到了这种已经长期洗肾了 机能都已经不行了 那这时候原始点接手 就有一点困难了 那也就是真正原始点 能从因治医患处体伤的问题 这个绝对很多是可以的 大部分 只有小部分 急性外伤的患处体伤 那这个 可以立刻毫不考虑的 可以推荐给西医 那也就是绝大部分的患处体伤 还都是原始点能处理 那以及他处体伤所致致症状 那更不用讲按推立刻有效 那是这个就是原始点的最擅长处 这个比中医老实讲还要快 中医14条经络 三四百个穴位 要找出大开关来才有困难 原始点很快 那一条脊椎七处都是大开关 从总开关再去找大开关 那如果大开关 立有未带 再从小开关 患处体伤也是可以致 所以他等于这个患处体伤 可以自同因自异的患处体伤 加他处体伤 这都是原始点 力所能及的范畴 好 再进一步分析 我们一般的疾病 他处体伤居多 患处体伤比较少 那也就是原始点已经站在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了 就是大部分的他处体伤 他都能治 那再来 比他处体伤少的患处体伤 原始点也能治 因为原始点还有保健的方法 还有医疗的方法 医疗按推患处痛 还有外热炎温敷患处 还有一些运动 来加强他的恢复 这些方法都对患处体伤 是很有帮助的 这样说来 原始点治疗的范畴 疾病多不多 非常的多 你真的要挑递他说不能治的 我认为大概就是急性外伤 那如果是慢性病的 你看我刚刚举的中风瘫痪 经过一年 他手还是无力 难道你要推荐给西医吗 西医也不可能让他有力 他复健又没有热源 也没有原始点更完善 所以他患者又那么积极在运动 所以去西医也没有办法 一看就评估得出来 那难道西医要用手术 把他整只手 本来还可以 可以虽然没力 但偶尔还是可以动一下 但难道要手术吗 类似这样 所以我认为急性外伤 这一部分比较西医 还有琢磨点 其他的包括患处体伤 还有他处体伤 这样说来 原始点都能治啊 那原始点能治疗的范畴 大家再想想看 有多大 那我这里就是也是讲 这样的范畴 如果来比较中西医的话 当然中医有一针二灸三用药 他处体伤他们也能处理 那患处体伤他们也有热源 中药也是内热源 那灸就是外热源 他们还是有外内热源 只是原始点懂得用大开关 然后又热源的使用 又可以大面积 又可以直达体伤位置 这一部分都不是传统的中医 真的很多到重病的时候 能够琢磨 当然他们还是有办法做 但是是不是能够效果这样做出来 这个是中医面临的课题 但是如果以范畴来讲 我还是把它量着 就不要再分太多了 就是他们能治的范畴都一样 好 再来看西医呢 那就很清楚了 西医有没有 西医是从果治病 从果治病它有一个特色 第一个它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第二个特色是只有从患处下水 好 那如果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也就是它没有办法改善热能不足 我们举西药来讲 那西药什么病好像都能吃 你有哪里不舒服了 或是怎么样 都可以吃西药 但感冒也可以 好 那到底最后感冒要吃完 一个礼拜好了 是真的西药的功用吗 如果是 有些人不吃西药 一个礼拜也一样好 那表示西药是控制症状 但真正的很多都是身体自我修复的 那如果他真的人治病 那为什么高血压或血糖高 他要吃一辈子 吃一辈子也不会好 又为什么 那如果一根手指头痛 为什么吃西药 吃的时候有效 但不吃明天又痛起来呢 甚至早上吃 下午又痛了呢 那就是大家都知道 从果治病就是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然后这个医疗又不知道大开关所在 就是不知道体伤的位置 那这样说来 其实患处体伤 西人否治 就要考虑 他们人治一定靠手术 就是把你 譬如黑脚阿嬷 脚趾头黑掉 他们也有诊断来说 哎呀血 从膝盖就留不下 所以要节肢 那从膝盖砍下来 脚趾头也不见了 当然就不痛 这样也可以解决 你本来胃很不舒服 结果他检查出来说是盲肠炎 那就开刀手术或是长沾脸 然后开刀结果就好了 那为什么会好 很简单嘛 本来可能是他处体伤 刚好他从患处也把他处的问题解决了 就像脚趾头痛很可能是在臀部 但是他把膝盖以下都把它切割了 他处也不见了 所以也不再痛了 那同样的盲肠这些沾脸或是盲肠炎 他弄一弄割一割 而结果也不痛了 也有可能 类似这样 那如果他们位置是 割的地方是跟他处不一样 就不能解决了 比如我说坐骨神经痛 那本来是按推同步就会好 他结果认为是腰椎第四椎 或第五椎椎间盘压迫 那你割腰椎肯定是没效 所以这样说来说 西药 西药只能控制症状 而不能真正解决疾病 所以你光一根指头痛 就要吃一辈子 这就很残酷的事实 那糖尿病血压 没有人吃好的 这些异常指数也是都在控制 那真正好能解决疾病 就是手术 你把患素体箱割一割 结果有一些他处也刚好巧在 刚好就在患素的周围 也顺便割也改善 类似这样 那手术就能解决患素体箱 但如果像坐骨神经痛 他割的地方又不对 又离开开关大开关 那这样割肯定是无效 类似这样 那这样来评估 第一个他没有他处体箱概念 也就大部分疾病 西医是不能治的 这个已经超出他的范畴 那患素体箱呢 疾病外伤是他们擅长 这个没话讲 但一些 就是热能严重不足 造成的患素体箱 甚至在患素周围 就可以找出开关解决的 他们也没有这些概念 所以等于大部分的患素体箱 当然用手术是可以割了 也可以解决了 但是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 那简单的讲 我们如果宽一点讲 好吧 那也不是手术每一个都可以割 如果比如说 你按推手指头痛 你按推大开关无效 那你周围的小开关 按推也无效 又肿痛嘛 那你可以温敷慢慢让他修复 这样也可以好 但你该不会一根指头就手术掉 除非西医又告诉你 哎呀你的血又流不下来了 可能要砍 那这个你就会想 这个我不砍 但如果是体内的 他跟你怎么讲 你就会砍 你就会手术 因为体内很多人就是不了解 所以很多就被这样手术掉 那等于西医人治疗的 绝大部分的他处体伤 是无法处理的 那患处体伤 他付出的又代价太高 所以这个西医 我这样评估他的治疗范畴 是真的非常有限 真正人治的急性外伤 其他的包括内科付出代价 有一点得不偿失 所以如果这样来看 很明显 中医事实上是比西医还好 但是很可惜的 现在西医主导 他们现在很多不会治的病 他们也在治 所以又有什么神经科 疼痛科 那疼痛哪要什么科 就找开关按一按就好了 还要成立一个疼痛科吗 只是四人无知 一个疼痛就被割了 然后流感 流感很简单 流感根本不用考虑什么 流感简单的讲 你就把感冒的一些症状 把他体伤找出来按一按 大开关按一按 然后再加热源 然后如果他是重病 就先热源再按推 也可以解决啊 这一部分不是他们擅长的 因为西药是含良药 会消耗热能 然后只是控制症状 控制久了 如果病情更严重 他控制不了 命就挂了 这个不是他们擅长的 但是他们就是要主导 那这个就没办法 所以现在这些流感 包括现在这些 全球正在面临的 这个都不是西医所擅长的 也已经超过他们的范畴了 只是西医不知道而已 他西医不知道 有患处体伤 咖处体伤 然后要重阴体伤下手 热能部署下手 没有 他们只有从患处下手 那患处真正能解决疾病 就是手术 但你流感 这个又不能手术 那药他们又含良 所有的药都是含良 那怎么治呢 那所以他们又会偏出很多 科学的书记种种 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那我一看就知道 那个已经超出他们的人力范畴 然后这些研究数字 只是来说服民众 一定要这样做而已 但民众不了解 他们真正能治病的范畴 其实非常有限 这也就是面对现有医学的很大的问题 好 这一段我已经讲得那么清楚 那西医人治的 不能治的很明显 他处通通不能治 那很多病大部分都是他处来的 他处没有效 我们再进一步患处 患处要有保健手段 那西医又重 医疗没有保健 那怎么能治患处呢 他们也不强调其他保健方法 心态上啊 运动啊 充分休息啊 他们也不谈这一套 那患处体伤怎么自我修复 所以等于他处体伤 既已超出他的范畴 那患处体伤 人治的只有急性外伤 其他我实在 再也想不出他们还能治什么 所以其实西医 真正能治疗的范畴 非常的少 那如果这样懂了 其他病根本 很多人在问什么什么问题 包括现在的这些流感 其实都已经有答案了嘛 那所以为什么 我说原始点 你要预防它也可以 预防 你先把体伤找出来 按一按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嘛 压痛点找出来 就可以解决了 那再来把热炎温敷也解决 得到病也是这样处理 不管你有没有得病 都可以用原始点 好 那这个范畴我已经讲了 然后如果还要补充 原始点 比中西医还更不一样的 差在哪里 原始点可以立即自慰病 西医有吗 没有 中医有吗 没有 立刻自慰病 只有原始点 这个也是原始点 的范畴 这里虽然都没有写出来 但你从前文这样一路看一下 那真的 你就知道原始点 所以我说这个跟中医好 即便他们能治的都能治 现在已并断 但光那个胃病呢 胃病中医还是停留在一个概念 就是保健的概念 以为改善体质就可以达到 但不行 自慰病一定要 还是要以医疗的手段为主 那热源为主 所以很明显 我只能说原始点跟中医近似 但不是一样 因为他的范畴还更大 比中医范畴 那如果外治法 那真的是原始点的落下 比如我说脱臼 那你还是可以找中医 这一部分 中医还是有它的价值在 好 那这一段我就补充到这里 我们再把后面的也念一下 原始点医学 与西医最大的差异 是从因治病 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正因如此 对于急性病 如感冒 食物中毒 药物过敏 毒物所伤 毒气所伤 烫伤 脑中风 癫痫 心肌梗塞 肠梗阻 急性肠胃炎 急性肾衰竭 胎死腹中 慢性病 如糖尿病 高血压 白血病 淋巴癌 肺癌 类风湿性关节炎 帕金森氏症 眉睫综合症 小脑 小脑萎缩症 四臂症 植物人 剑洞人 红斑性狼疮 牛皮血 异味性皮肤炎 不论被西医诊断为何种病名或病因 分属轻症 分属轻症或重病 内科或外科 原始点的处理原则都是一样的 即通过观察症状 以按推热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如此诊疗 不仅可治乙病 还可治未病 好 这一点 我稍作补充一下 就是 不管西医检查出来 给什么病名 病因 其实他们检查出来 不外就是老跟病而已 那老就是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病就是组织受数 西医检查出来就是这样 那他会给他很多的病因 或病因 或是种种的 什么内科外科 你分了那么多 对原始点意义不大 所以既然是老病 那原始点自然有他的方法 原始点从因下水 因为老跟病都是果 那因就是体相及热能不足 只要这个改善 那这个不管体内的老病 或体表的老病 一样都可以处理好 所以等于西医这些病名 原始点就是 也是可以处理的 因为他的范畴本来就很大 原始点 那前面已经介绍 就不再多说 而且这里特别提出来 不只可以治乙病 还可以治未病 好 那我们继续把最后 后面的继续念 相较之下 西医以仪器取代观察 试图将检查出来的异常 及组织受损 当成疾病之因 或将异常 当成疾病本身 而加以治疗 在理论上 此以犯了 倒骨为因 及老病不分的过失 在临床上 如此诊疗 未必能反映 身体的真实状况 也未必能解决疾病 甚至还超出治病范畴 又西医从骨治病 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并从患处下手 所以通过西药 虽可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暂时抑制症状 却难以改善体质 彻底疗愈疾病 通过手术处理异常形态 即组织受损 固然有助于疗愈 患处体伤所致之疾病 但未必有助于解除 它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且手术及西药 会严重破坏身体 及消耗热能 对重病患者 不仅难以治愈 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解决之道 原始点医学的诊疗方法 是通过观察症状 推断疾病之轻重 及体伤位置 以决定按推 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并在日常生活中 配合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来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如此不仅可达到保命 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还可受因变果转之效 同时解除 疑气检查出来的异常 及组织受损 此外原始点的诊疗方法 亦以广泛应用于动物中 比如牛 马 羊 鸡 猫 狗 猪 而获得很好的成效 假以时日 面对禽流感 或可不再扑杀 取而代之的是 人性化的处理 也有外热源 用于植物的成功案例 但因个案太少 未成气候 但亦值得期待 最后这一段 其实从前面的原始点 医学有效范畴 再来看这一段 就可以更比较的出来了 比如说在诊断上 西医是以仪器 那原始点是通过观察就可以 简单多了 那仪器检查出来 他其实还是脑跟病 跟我们观察的脑病 没有两样 只是世人不知道 那脑跟病 我刚刚前面已经有讲 脑就是指异常 异常形态或异常指数 那病就是指 他检查出来的组织受除 只有这样 但是他把脑跟病 讲得太复杂 而且甚至把它讲成疾病之因 那这样就会犯了倒果为因 然后有时候又会把它 检查出来的这些 异常形态 比如癌肿瘤 又把它当成一种病 那就会犯了老病不分的过失 所以检查出来 就会有犯了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倒果为因 第二个老病不分 然后这样的诊疗还会在 诊断跟治疗 这两种再来看 还会有一个问题 检查出来的 未必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比如你身体很健康 结果检查出有异常来 而身体有病 却检查出正常来 这个就不能反映了 然后你认为是疾病之因 你这样下手 去处理这些异常 那疾病也未必会好 甚至还超出这个治病的范畴 因为异常是老不是病 那医疗应该是治病 结果你治到老去 这个已经就是超过了 好 那这个是进一步说的 不只在治疗的范畴 西医从果治病是治疗 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 从果治病有两种特色 一个是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这是一种 那这种西药 所以不能根治疾病 前面也讲 好 再来它只有从患处下手 就是指手术 手术从西医 西医从患处下手 只能解决患处体伤 所次之疾病 但对于他处体伤 所次之病症 未必能解决 这个就是他面临的困境 那这个在治疗的范畴 我都有讲 所以真的 从西药或手术 这样看来 就更清楚了 那他们不只在治疗范畴 跟原始点相继蛮远 从诊断上 也是跟西医的诊断靠仪器 跟中医或原始点也是相去满远 好 那这一理该补充的 我都重点有讲 也就是原始点 它从一下手 事实上西医检查出来的这些脑跟病 原始点本来就可以处理的 那这样又简单又可以达到解决这些疾病 还有达到抗老征兽的目的 这应该就是解决我们生老病史的最好方法了 那同样的西医也把它应用在一些 动物上 原始点也可以用 而且用起来也是一样 一样有效 因为动物也 所有的病也不外 就是他处体伤跟患处体伤 那把这一套理论诊疗体系 完全应用到动物 完全可以做得出来 你也可以在动物身上找大开关 把它解决 然后进一步再用热源 把它温敷来修复 加速体伤的修复 更快 所以不止流感什么病 很多都可以治 那当然 未来是不是能够用到植物 除了动物以外还有植物 那就靠大家以后 在这一方面再去琢磨 那我们今天 该补充再重新讲一次 我相信大家 对诊断与治疗 会更加明白 腹水案例 2018年10月 腹部突然大起来 且快速变大 经检查有积水及肿瘤 医生要他进一步检查 他不愿意 就每周到推广点来按推 回家也配合内外热源 但半年都没有太大改善 胃口不佳 肚子骨胀 肚子变大 肚皮发亮 2019年5月 开始加强运动慢跑 6月份 推广点也尝试用姜粉泥按推 姜粉泥涂抹上下背部原始点位置 与腹部积水肿胀处 让热源直达换处 按推后再用保鲜膜包住 保暖时间更长 热源不易散食 2019年7月12日 腹部变小变软 现在胃口好 体力也改善了 我常常都是会burt 有时候可以很久的 15-20分钟也可以的 但是我以为是我的胃不好 去看那个卫生 然后他就教我去教那个MRI 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狼种了 就是这样子 然后叫我去看那个oncology医生 我就没有去看 因为我知道一看就要开到 因为他要开到拿那个出来 才知道是不是 就是癌症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很怕 很怕又不知道做什么 后来就是看那个原始点 又说过来看看怎么样可以 但是那个也是一段时间之后了 从那段叫那个MRI 到来这边的时候 已经大了更多 所以我来的时候是很大的 然后就好像有原始点 那我不用去看医院了 这样就好像有一个希望这样子 不知道怎么说 有一个方法不用去看医生 不用去开到这样子 就因为做那个癌症 我怕他如果是真的癌症 要化疗什么的 我怕我出不下 就来这里有完几天了 可能就是有那个希望 所以就建设了 就是这样 江汤灌肠步骤 现在介绍江汤灌肠 江汤灌肠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灌肠带 加灌肠管 用这样的方式 另外一个方式呢 是用鼻胃管加注射器 这个鼻胃管 大概是18F 一米左右的长度 那么注射器呢 大概是50到60毫升 这个在一般医疗器材店 都可以买得到 那现在我先来示范 用这个灌肠带 灌肠管的操作方式 我们先戴上一次性的手套 好 这里是姜汤 这个姜汤的温度 现在大概是摄氏37度左右 那么我们准备大概是 300到500毫升左右 这边这个是凡士林 我们把姜汤 先放到这个灌肠带里面 这个止水滑 我们先把它关起来 好 我现在就倒姜汤 好 我这边大概是 500毫升的姜汤 把这个姜汤 这个灌肠带 挂在大概一个人高的高度 好 挂上去以后 这个时候呢 这里有一个止水阀 这个止水阀 我现在把它打开 让这里面的空气排出来 所以我现在把它打开 好 姜汤就开始流下来 好 这个时候有流出来 好 这样我就可以把它关起来 好 这就把它这个管子里面的空气都排出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用凡士林或者我们也可以用香油 把它涂在这个灌肠管的末端 把这个油涂在上面 然后同时也把这个凡士林或者香油涂在这个肛门周围 好 涂好了以后 现在把这个灌肠管 插进肛门里面 这样慢慢的插进去 这个灌肠管 它会有一点弯曲 我们手大概放在五到七公分处 把这个弯曲的地方 这样慢慢的就可以推进去 大概推 大概三十公分左右 好 插进去了以后 这个时候我就打开 这个止水阀 好 打开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将它开始滴 开始进入 大概以三百到五百毫升左右 它滴的速度大概是五分钟左右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这样灌 现在我们大概差不多五分钟左右 已经快灌完了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止水阀把它关掉 关掉以后我们把它拿下来 好 这个就是用灌肠袋的 姜汤灌肠的方法 这个灌肠管的长度是四十四公分 如果没有这么长的长度 那我们就可以用鼻胃管加注射器 那么现在我再来示范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鼻胃管和针筒的方法 这个是鼻胃管 我们也是把鼻胃管的末端 插上樊士林或者是香油 同样的也把樊士林跟香油在肛门口的地方 也给它抹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鼻胃管插进去 这个鼻胃管也是一样 我们在弯曲的地方再把它压下去 慢慢的送进去 大概四十到五十公分左右 好 现在我们就是用这个注射器 然后把姜汤吸进来 好 现在用注射器 打进去这个鼻胃管里面 好 因为用注射器推送 它速度比较快 所以我们不要太快 像我们刚刚的灌肠袋 我们是一点一点的滴进去 那现在用注射器呢 我们打的速度就稍微慢一点 好 慢慢的 好 你们可以看到姜汤有打进去 好 再来慢慢的推进去 好 再推一点 好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用注射器的话 要慢慢推 每次推一点 推一点 每次推一点 好 现在我大概把六十毫升打进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 再重新把姜汤再打进这个注射器里面 就重复这样的动作 然后再放到鼻胃管里面 好 然后再这样推进去 我们再持续这样打 好 这个示范就是用注射器和鼻胃管的姜汤的灌肠方式 姜粉泥制作法 微波炉 我们现在来介绍姜粉泥的制作 那我们用最简易的方法 用微波炉制作 那么像我这边有好几个容器 不管是我们用这样小杯子的 或者你用条根 比例都用1比5来做 我现在用这个杯子来做示范 我把姜粉稍微压一下比较实 要不然下面会空空的 压好了这一个 这个杯子的姜粉 这就是1 我把这个1倒过来 好 这是1 那现在呢我就装姜水 要1比5 所以我现在就用5杯的姜水 1杯 2杯 3杯 4杯 5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它搅拌均匀 要把这些颗粒都要拌均匀 不要有颗粒状 好 这样拌均匀以后 我们现在先用微波炉 我们先打1分钟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这1分钟以后 我们把它拌均匀 好 我们这1分钟以后 旁边会比较干的地方 也是一样再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再继续再打1分钟 好 第2次的1分钟 我们打好 我们可以看得到旁边比较干了 那中间还是很多水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旁边的 跟中间的还要再把它拌均匀 这时候已经比较粘了 好 接下来我们拌得很均匀以后 把旁边的干的都拨到中间来 我们这样子再继续打30秒 为什么不要一次打1分钟呢 如果我们等下打1分钟呢 它旁边会很快就很干 所以我们用30秒30秒 我们还可以把它拌得很均匀 所以我们现在后面的我们就先打30秒 好 我们现在看现在打出来的就是这样 就更干了 那我们把它再拌一下 这时候旁边比较硬了 然后中间呢还是有很多水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旁边的 跟中间的这些颗粒都把它均匀的再和一和 好 这样子我们就差不多再打一次30秒 好 看了这个干度就是差不多是我们要的了 所以我们打了2次的1分钟 然后2次的30秒 那基本上后面的30秒我们可以自己决定 像我现在这样子它还是有点湿 这种情况 那我大概还可以再打个20秒 好 这样推的时候已经有点阻力了 很干了 这就是我们要的 现在打出来呢就非常的热 要让它凉一下 但是微波炉打出来的姜泥呢 现做现用 如果过一下子它就会变成很干 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微波打出来的姜粉泥 很方便 然后这样子的湿度黏度 在涂抹上呢它刚好是最容易吸收 又最容易推开 我来示范给大家看 这样子的湿度黏度还有温度 刚刚好 在这边这样揉搓 这样把它推开 完全吸收 而且连一点渣都没有 所以我们放在背上 放在任何我们的换处 就是这样用力把它推开 用力推 完全吸收进去 刚才示范的姜粉泥是用在涂抹 按推皮肤上面 如果是灌肠用的姜粉泥呢 就要比较稀一点 姜粉和姜汤或者水的比率呢 就从1比5到1比7左右 这是体积比 那么如果是重量比的话呢 就是1比10到1比12 如果我们是用5克姜粉 制作的姜粉泥 加热的时间大概1到2分钟 就加热到比较稀的糊状 这个比率供大家参考 因为每一台微波炉的功率也不一样 时间比率给各位参考 不过姜粉泥的制作呢 以干姜粉煮烂熟透 没有颗粒为原则 如果姜粉泥两天没有用完 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使用的时候再加热就可以了 那好我们今天感谢张医师 把医学有效范畴讲得这么清楚 把整个诊断与治疗做一个总结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 老师再见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